太浮了 更搞笑了 这我都不好意思唱了 特别羞耻 这个声音 姚仙姐姐 让我来告诉你 东方铃血的秘密吧 不行 怎么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没这必要 没这必要 没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自己多吃点啊 留点钱 哈喽 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也不聊多久了 很快 整个一期萌 都会知晓你的恶心 是你们 躲走了属于我的幸福 我就想一家人平安 今日我必要为我死去 天要报仇 就死了 我先用东方月初的人物语气 来介绍一下角色吧 各位哥哥姐姐们好 我是非常年轻的 东方月初 是一个非常燃 非常深情 非常可爱的男孩子 你能说出他三个 最让你初心的点吗 一生都是宝 非常宝贵 包括肉 包括血 大家都非常寄予他 真情且专一 付出型人格 因为月初也有很多的经典台词 能对着定格还原你一句你很喜欢的台词吗 咱不能自己夸自己吧 咱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还是得斤一点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不然朋友看到你会有点过 too much 安利一个他的高光名场面吧 好多呢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剧刚开播嘛 还没到呢 放大各种情感拉扯 极限拉扯 生理死别人 都还没到呢 副线也其实也挺好看的 主线要去帮助副线完成他们的任务 穿插的各种矛盾 爱恨纠葛 其实都还没有到很多名场面 最近的一个应该是 咬线姐姐 让我来告诉你 东方林写的秘密吧 咬线姐姐 谁让你来的 你说吧 我会是婚女的 我来告诉你 他随来的秘密 你快点 你快点 一场尾子 当时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在东阳小树林 有绿布 有蓝布 有工作人员 有吊车 完成这场戏 其实观众还挺多的 笑死了 东方林写的造成曝光之后 我们都网友就说 你是仙男下凡 这不敢当 不算不算 算什么仙男 不难下凡 过分迁徙法二代了 还得谦虚的 你不能自己夸自己 造型还行 大家觉得好看 挺好看的 状态都可以 男帅女美 这是咱们这部戏 重要的一点 前期的少年感就特别可爱 后期的化神性 在表演时分别复养哪些设计 他前期跟后期 反差中间间隔好多年时间 正好是东方月初成长的一个过程 到了咱们剧情的中期 大家可以看 东方月初会下屠山 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 为了实现共同的心愿 俩人相当于 其实是跟屠然红红 为了各自共同追求的目标 去做自己的事情 干自己的事 东方月初就下山 成为一名盟主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思想还是武力之 还是各方面都有所成长造型 也完全不一样了 变得更加豪华了 得有钱了 大家能看到它是一个 带着成长 糊涂糊光过程 其实演完月初有get的什么撒娇技能吗 月初其实在剧里面有 其实还有很多场面 是有所的删减有些细分 很多就是东方月初 因为欺负屠山小狐 他是我称他为屠山小霸王 然后他去欺负小狐 他在屠山简直是横着走 不管是武力之还是智力之 都是把那些小狐玩得死死的 还有叫撒娇 跟嘉仙姐撒娇 跟雅雅撒娇 跟荣雅姐撒娇 都是长辈嘛 练就了一套这个甜言蜜语 花式的甜言蜜语 特别能哄人感觉 你演完这个角色 会不会也变得爱撒娇 没有 我这个生活中没那么爱撒娇 不是撒娇的日子 在戏里就好多姐姐 喊他们姐姐会开秀吗 妖心姐姐姐 我会被他们证实的 妖心姐姐姐 刚开始有点不适应 哎呀 这年龄也上来了 没那么小 老师这个这么叫 有点不合适感觉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说 就是月初是特别可爱的嘛 他的时候有被自己可爱的 演的时候没有觉得可爱 但是看我最近看 咱们播出了前期的一些片段 其实也还挺好 最好的评价呢 就是点到为止 到了 但是没有过 没有过就是最好 没有过没有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评价 不游就是最好 因为当时我拍的时候 也在想 会不会这个 这么设计有点过 有点怕观众有点觉得 太贵于眼或者是太油 但还好 看到目前为止 这个评价都还行 你希腊掌管搞笑的神和掌管可爱的神 你自己比较pick那个 搞笑 我不喜欢说我可爱 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抓狂 没有没有开心的剁脚的 刚刚月初他很擅长烤红薯 喜欢吃糖葫芦吗 你在拍戏过程中嘴巴也是没听过 烤红薯还挺好吃的 其实我还挺爱吃 糖葫芦我是不太那么爱吃 太甜 它外面包裹的一层糖霜 拍戏嘛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就得吃 这有长期吃了n多 边吃边说 就反正拍了n多条 吃一个糊涂 因为他那个糊还得吐 吃那么多糖怎么还能保持那么好身材 没吃太多糖 吃多了糖 你少吃点饭不就得了呗 演员嘛 在拍戏的时候 你为了这个角色服 你这角色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外形 对吧 瘦一点好看 那咱们就还是得瘦一点 少吃点饭 那段时间我记得是找了一个阿姨 然后她做的饭菜不是很油 我说用橄榄油 然后少用点油 那如果全网排队给你买糖葫芦 你会怎么回应 没这必要 没这必要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自己多吃点啊 留点钱 给钱就行 自己多吃点肉 别别别别 自己过好一点 东方月初和红红是结狗组合加强妖恋吗 大家会觉得就是buff点吗 你觉得他俩的感情最戳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前期可能体现的没有那么多 都是为了铺垫整个大环境 在看到这几对 复现的一些演员CP之后 然后才给东方月初有种深深的触动 然后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汲取到一些 对于爱的感受和感悟 他们的这段感情属于是一个互相拉扯 然后又也是跟其他几对有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隔着一层这个不可逾越的这个鸿沟两人之间 因为就是很难去跨国吧 因为这个东西是形成了几千年的这个固有意识 他们可能不太容易能接受 但是呢 东方月初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就是我就敢于承担这一切 他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直球选手啊 就是今天我就是要大胆的把这个感情给表达出来 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两人到了中后期的一些拉扯 其实还蛮精彩的 你会喜欢这种拉扯 极限拉扯的感觉 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两人就是有矛盾 然后呢 又彼此又是深爱着对方 哎呀 你不张嘴吗 有有有有有 两人互相之间的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没法说 我建议啊 情侣之间这个有话就要谈 不然的话就会产生矛盾 啊真诚建议 收到的爱情真言 白发战损造型 大家都觉得破碎感拉嘛 现在演战损戏是不是更有经验 最重要的是吐血有经验了 以前瞎吐没有经验 吐的不够完美 不够美啊 咱们就说美强产得美对吧 就是不要喝那么多糖浆 少一点也会更好看一些 评价一下自己的第二次白发造型 我是觉得挺好的造型多一点更好看嘛 啊 是好看有新鲜感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白发里面的戏份呢 其实是东方月初 不剧头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就是矛盾很冲突很集中的那部分 那之前醉酒拉着羊蜜哭发布会上当众被托恢复记忆式的OS是什么 不是我给他抖了 你懂 不要回家了 射死了 要了个大命啊 好尴尬 脚指在扣地 那一刻会不会特别想删除大家的这一段记忆 这是兔想把电闸给拉了 今晚上谁也别走 除了就是喝醉后就是拉着哭 还有什么眼虐心系的综合症吗 矛盾冲突很大的一些戏啊 很重要的人这个去世的一些戏吧 可能这个其实这些戏在自己我平时生活中很少接触到 就得去借鉴一些情感 然后去表达 然后所以就会记忆非常深刻 反正是很难受吧 在当下那个节点 虎张角色有好几个都是自我献祭的成全人设吗 这个是巧合吗 还是说你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情节 谁没事会自我献祭自己啊 我就想问 人的命就一条 怎么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演这几个角色是有什么巧合吗 戳我的点吗 或者是各方面因为这个故事的内核 或者是因为这个IP 对有戳我的点 所以就结了 就是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 几部古装剧都还挺热的吗 你生活中会有这种B1情节吗 谁没事会喜欢自己想看那戏Bad Ending啊 Why 我真的是受不了一点 我看那戏我都希望他大家有个非常圆满的Happy Ending 但是有的时候Bad Ending才能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生活中总得有点遗憾 但咱们这部戏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 我觉得我不具头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 这准事吗 你不知道 好的期待一下 话说当日 屠山一霸公月初出街收租 第一单遇上前程来访的后场村小娥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小娥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夸夸轻占生涯 听说我们今天的采访是要交租金的 不是听说 是必须的 腾讯讯来了 那租金得多交一点 我们也准备了一张欢唱券给到你 给你一张萌萌的百里鸟的欢唱体验券 啥意思 书金就是我唱歌 当你体验一下萌萌的 一会儿 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来让你唱歌 哎呦我天 哎呦 这啥 给我变了个声更萌了是吧 我帮到时间再开大部分 哇 天 我真的会写 怎么着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歌单是很丰富的 我好喜欢你 嗚呼 爱你 嗚呼 陪你 弹着小房的夜去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浅浅的微笑就像五美自家 一首门 像是红颜万不惯 我真服了 你们这本末导致了 这租金应该是你交给我的 而不是我要给你唱一首歌 我们的租金是帮你日常的摆领养做了一个升级摆 不小 这不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 纯纯属于耍不辣 太疯了 这更东西这更更搞笑了 这我都不好意思唱了 没事的 特别羞耻这个声音 收租得是你给我交东西对吧 你得给我交一点 给我发微博吧 发十条 夸我的 我今天就给你大胆激情开麦行不行 行 好好好唱什么歌 你点吧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 还在会为你给过的温柔 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好尴尬 尴尬是我了 太热了太热了 好 好 好